而德国的媒体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次的战中运动 德国的媒体看法和一般完全只留在一个所谓反北京的美国媒体相当的不一样 德国媒体的看法是认为这一波的战中 其实跟全世界失落的一代年轻人运动有一个特色 就是当地严重的贫富差距 请看我们的特约传事委员高宜玲来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人不快乐 钱多赚了 房子还是买不起 民主选举等到了 社会却是撕裂和躁动的 快乐指数全球排名第70 富裕的小岛上 不快乐的人满山而行 可能让人有点失望 但这就是典型香港中产家庭的房子 所谓豪宅 所谓豪宅 基本上小时候这些都可以叫豪宅 那你尽你包 现在新的那些大概一半 一半到 所以其实香港就是 为什么城市发展里面 人的生活质素好像没有改善 小猪汉梅志 两个大人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费用就住在这个20多坪的地方 买这样的房子要700万港币 2800万台币 钱都放在房子里 学费 生活费 请费用的开支 小猪汉梅志 每月可以花的钱不多 中产阶级 只是好听的名字 有会计的专家替香港的中产阶级计算过 发现他们每个月可以花的收入 Is Possible Income 在亚洲已开发地区中出奇的第一 只有1000多港币 不到5000台币 还不到大陆一个富二代 买一双星球型的价钱 世界上的两个极端 都在这个贫富悬殊最可怕的小岛上发生 住在没有窗的小假房里的有17万人 全球最贵的豪宅却也在这里 山顶加列山道 售价8亿港币 32亿台币 许多人一辈子遥不可及的数字 小猪汉梅志的孩子 名字是伊勒 八岁 比很多孩子都懂事 香港这几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优心 这个八岁的孩子也跟着去 你喜不喜欢游行这个五一国 有点无聊 有点无聊 为什么 因为要游行很久 要游行来游行去 想游行快点又不行 那你知不知道一国两制是吗 你有没有听见 一国两制呢 就是香港的制度和中国的制度不同 不知他们 我最想的是礼拜友可以带来游行 我们都不想遇到那么多需要游行 或者集会的 有需要先 有点无力的 去游行的其实都不想游行 不是要推翻什么或打倒什么 像小猪和美智等的中产阶级总跟我们说 他们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他们爱这个地方 也爱北方广阔的那片土地 但每天在新闻里的撕裂和争论不休 社会学的专家说 香港中产阶级的痛苦指数到达危险水平 这个年轻孩子刚刚二十岁瘦瘦小小的 名字是Oscar 林文洛 看上去有点被宠坏的妈宝 在中国过期前一脸志气 他是一个学生组织的召集人 没考上什么好大学 毕业后又浅路茫茫的人生 跟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很像 许多老一辈的香港人说 这一代孩子不一样 吃不了苦 又老是觉得政府欠了他们 得把工作房子都安排得好好的 一个亚洲地区的调查结果 香港的年轻人是最不开心的 原因是没钱 十五年前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辛苦挤进会计士事务所 月薪八千港币 十五年后 还是八千 Oscar说 与其跟其他没志气的年轻人 一样领那种可耻的薪水 他宁愿把青春花在 他觉得更有意义的事上 搞事业 冲击政府总部 躺在马路上示威 每天在路上呼吁路人 支持民选特首 可能是勇敢的 但有很多孩子 可能都不那么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我和隔离那几个都是 是不是真的要睡 睡吧 然后睡了 可能就快来 我气没心 大学里一个没有冷气 很多蚊子 又没有人使用的广场 Oscar和伙伴们总耗在这儿 思考他们的血运计划 孩子 你们有懂吗 你的路要怎么走 被煽动的青春生命 总义无反顾地坚持着 是愿意付出的人 真的很少 但是你不付出的人 你支持的可以 但是就不要去 我不可以说出卖 而是说 他嘲笑这帮抗争的人 现在的香港 有点像在暴风雨中的天平 一端的人使劲踏板 另一端的人找来更多的人 更用力地想搬回来 两端的人都不快乐 应该是富裕的 自由的 却一点都不快乐